真的好闷啊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你们啊 总有些事情你们可以做吧 我希望到外面去玩玩 我才不要呢 留在室内都快要热死了 喂 一姐 我们都有空呢 对呀 大家都在这儿 等等 什么 太好了 当然 待会儿见 是什么事啊 好消息 一姐邀请我们到她家去住一个晚上 啊 太好了 干嘛那么兴奋 因为一姐家里面肯定有不少最新的玩具和电玩 玩具 电玩 对不起 我没兴趣 别这么扫兴吧 娜娜 你一定会喜欢的 我相信她家里一定很漂亮 冰箱里也堆满了零食 嗯 那样啊 好 那我就一起去吧 好 我们走吧 哇 这个地方真是好大呀 自动门呢 哇 哦 自动门呢 哇 哇 实在很难想象一姐住在这里 原来她过着王子一样的生活 没错 大家好 一姐 你的家太漂亮了 谢谢你 那会是谁呢 哦 一定是一帆到了 嗨 一帆 给我的 谢谢 一帆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哦 很高兴见到你 一帆 你好 一帆 我们又见面了 嗨 各位 我们到卧房去吧 今天我们就在那里玩 好 走吧 这房间好大啊 我们的房间通通夹起来也没这里大 一帆的房间应该也很大吧 稍微比赛大一点 哦 各位 我们来玩游戏吧 游戏 让我示范 那 那不就是星科九千吗 那是最新的 增强现实游戏系统啊 耶 那么我们开始吧 好 哇 这里怎么啦 哇 哇 哇 举起你们的手 各位 敌人要出现了 谁 哎 哎 啊 啊 啊 不要啊 哦 伊凡 别靠近我 别靠近我 另一样 一个重点 就把古简单露刷 一下 什么 准备 准备 冤枇 四伏 这叫 二手 哇 啊 cool 哦 不要 不好意思 我想要去趟洗手间 就在外面 走廊的尾端 好的 不可进入 到底有什么呢 艾森 你没事吧 门后没有什么东西 这房间不能进入 一姐 那是你们家养的宠物吗 这个嘛 也不完全是宠物 到底是什么 那是我父亲的一个 秘密研究项目 秘密研究 你父亲在实验室里 制造某种恐怖的怪物吗 不 当然不是了 总之 别靠近这个房间就行了 你还要进了谁吗 我没有啊 去看看是谁吧 你是 下午好 先生 我是负责给你送卓芬女仆机器人的 哦 我想你们搞错了 我们从来没有订这个东西 哦 这不就是女仆机器人 分镯吗 一点也不错 先生 我看过她的广告 分镯会做奶昔呢 哇 谢谢 对不起 我想你们来错地方了 等等 我们可以让你们试用一天 如果不满意分镯的服务 随时可以退掉 你们觉得怎么样 拜托 那好吧 我们就试用一天 耶 它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请点击这里 好 这样就行了 一姐主人 分镯随时为你服务 分镯是你的了 祝你们愉快 这真的是女仆机器人 这样做真的好吗 当然 这么贵重的东西 实在是不容易见的 一姐 让她做点什么吧 分镯 启动家务清洁模式 明白了 进入家务清洁模式 很好 我们家有这个东西就好了 没错 你的房间实在是太乱了 你没资格批评我 别吵了 我们快继续游戏吧 有什么亲战吗 好消息 分镯已经把整座猴奶清走了一遍 这家里只有一群小孩 小孩子吗 非常好 今天晚上行动 太棒了 我要这个 很快就是你的 我们打败了所有的怪物了 那还真不容易啊 任务完成 还早呢 你们看到四周变成什么了 这到底该谁来整理啊 不必担心 嗯 关主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 主人 帮我们清理房间 明白了 还有什么事情吗 主人 顺便换一套新的枕头 还有零食 还有饮料 能够播放的音乐 那会更好 我知道了 主人 你们真是一群懒虫 你们真是一群懒虫 好极了 好极了 可以的嗎 是的 主人 好 我要帶走那個花瓶 那花瓶有那麼值錢嗎 那可是駕駛廉城的古董吧 原來如此 那交給我吧 不行 這個是我的 我說 交給我 不行 那是什麼生意 好像什麼東西被打破了 老不要去看看 不用了 讓分鎖去就行了 奇怪 怎麼無法連接分鎖呢 門被鎖上了 什麼 怎麼可能 那是 是分鎖 我們該怎麼辦 希爾斯 我過去看看 得了 我要這個 喂,你急什么? 你不该拿着那种东西 不要? 不不不!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派钢甲人赶走他们吧 等等 我们不必让钢甲人曝光 不如以其人之道还准其人之身 你想到办法了 是的 维特 你能不能入侵分拙的系统 我要你控制它 我可以办到 一姐 是时候让他们领教增强现实游戏系统的厉害了 阿泽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也有一个好主意 这道真是大丰收 对啊 我们到其他房间看看吧 应该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 主人 怎么了 主人 我发现一个装满黄金的房间 黄金 太夸张了吧 快去看看 哇 这太难以置信了 我们这次真的奏运了 全都是我的 哎 你休想 你休想 把他给我 不行 这是我的 你 克里斯 克里斯 什么 那些金条去哪儿了 明明还在 喂 你才到哪里去了 什么 别误了一个人 啊 什么 什么 这里有些不得劲儿 喂 我们被困了 一姐 我的荣幸 怎么越来越热了 我受不了了 我们得快离开这里 什么离开 那扇门 快去开锁 快啊 好的 这太邪门了 一定是那帮孩子在背后搞鬼 对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又怎么了 主人 我又找到另一间房间 里面装满了钻石 钻石 你认为怎样 让我想想 好吧 我们就去看看 见好就收 这会不会又是陷阱 他们不过是孩子 我们两个可是专家 你怕什么 这是什么地方 这栋房子不太对劲 恐怕又是陷阱啊 喂 喂 喂 怎么会有这种事 快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们得赶紧躲起来 这里有个房间 但是 手的心灵不可进入啊 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们准备怪物追赶啊 他们 进去了 这下真的是糟糕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安静 你听见什么了吗 有 你的呼吸声 笨蛋 我的呼吸声哪有那么大声啊 这么说 酒店房里还有其他东西在 是吧 应该是吧 我的妈呀 我要回家 打电话叫救护车吧 两名利用女仆机器人作案无数的劫匪 今天终于被警方逮捕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 他们是在女仆机器人的护送之下 来到警察局自首 警方逮捕他们的时候 他们满身是伤 我们做的还真不错呀 是啊 他们也是罪有应得 他们被咬得遍体铃声呢 说到这个 一姐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们那间房间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个嘛 嘿嘿 喂 谁想吃奶昔啊 我 你再回避问题呢 嘿嘿嘿 五个奶昔 立刻送来 拜拜